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和大家聊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 那就是传说中的 北人常于私斗 男人勇于攻占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饭桌上的争议话题 当然这句话很好理解 北方人体格健壮 举止豪放 一言不合经常就会动手 用拳头来解决问题 而南方人身材相对瘦小 气质也比较文静 古代的史书里经常不屑的用四个字来形容南方人 叫男人孱弱 可是在中国的历史上 在面对外族外敌入侵的时候 整个的北方短时间内很快就会沦陷 而平时不声不响 那些所谓孱弱的男人 却在面对外敌的时候 往往抵抗的最激烈 有的省份更是男女老少几乎死绝也绝不放弃 比如说像历史上几次大的外族入侵 第一次大规模的 那就是那个前秦皇帝复坚 古代的读音念蒲坚 现在都给统一了 就念复坚了 当时率领中国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超大型的军团 当时讲嘛 投鞭断流 在扫荡了北方之后是直逼南方的东进 结果当时只有几万兵马的东进是昂然不惧 翡水之战 他们创造了一个人类史上的奇迹 包括后来先后面对金人蒙古人的那个南宋 也是苦苦的支撑 抵抗最凶的还是南方人 面对当时天下无敌的蒙古铁骑 南宋竟然顶了44年 以及后来的清兵入关 清兵是在1644年进的关 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 整个的北方就全完了 但是直到1683年 清朝才最终统一了中国 南方竟然坚持了将近40年 像在抗战时期 918日军不到3万人 结果几个月的时间 就占领了全东北 在全面侵华的这8年时间里 绝大部分沦陷的领土 那都是在抗战前两年 丢失的北方土地 而在此后的6年时间 中国在南方展开了激烈的抵抗 中日彼此之间的战线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变化 就持住了 就顶住了 我想再不支持题目里这个观点的朋友 大概面对这些历史的事实也是无话可说 当然的有朋友争辩 说北方 那在抗日时期也一直在坚持抵抗 我们也一直在打游击嘛 但是北方呢 毕竟你是日军的占领区 这和南方在性质和规模上 还是不能相提并论 还是不能比较 所以有人那就得出了题目里的这个观点 认为北人长于私斗 男人勇于攻占 说来最早提出这句话的 还是清朝留下来的这句话 最近呢更有好事者 他们搞了一个全国各省最能打架排行榜 另外还有一个历史上中国各省最能打仗的排行榜 结果把这两个排行榜放在一起 前面那几名完全就没有交集 最善于打架的不在最善于打仗的 凡是善于打仗最善战的这些省份都不好打架 所以说这两个排行榜没有任何的交集 大家自己找找 当然北方的特别是东北的弟兄那肯定是不服气了 所谓的那个解放战争 那还不是以我们东北人为主 从北到南我们削平了天下 你蒋介石手下基本都是南方兵吗 那为什么就不行吗 结果那也搞得南派的朋友也是哑口无言 是啊 这又怎么回事呢 所以说呢说今天这个话题我不是挑事 我奶头也不是 我其实并不完全认同这个从清末以后 这个北人长于私斗 男人勇于攻占的这个观点 我想试着分析一下里边其中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历史现象 首先呢入侵当时中国的 说的是当时的中国 因为后来像西夏很多 后来都是我们中国人了 但是在当时那就是外族入侵了 这些民族呢主要是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 这些民族都是游牧民族 他们常年生活在马背上善于骑射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作战这个能力 就是非常强大的 作为农耕民族面对游牧民族 这打不过是非常正常 而且中国的北方地区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 可以讲几乎无险可守 加上天气环境对那些游牧民族来说非常的适应 非常适合他们进行骑兵作战 其实每次北方人也进行了激烈的抵抗 你像宋朝当时那个开封保卫战就打了两回 每次都非常的惨烈 但最终没办法 还是失败 在对方的铁蹄之下 当时也是打了但是没打过效果不太好而已 其实像这样一个先进的文明败于蛮族之手的势力 在人类历史上得太多了 你像罗马当很多辉煌的大帝国 也挡不住这些人 说来呢打输了 打不过这并不丢人 但为什么这些游牧民族一到了南方 他就遇到了大麻烦呢 当然首先还是男人的激烈的抵抗 确实像很多朋友认为的那样 平时看着挺文弱不坑不哈的南方人 这时候 大家却都能站出来拼死的抵抗 展现了比北方人更坚定的意志和勇气 为什么 我认为这里边主要 最大的差距还是文化和思想上的差距 说到在体魄和战斗能力上 按说南方人不如北方人 但是他们能激烈抵抗他们能坚持那么久 这里边最主要的 就是精神 或者说 信仰 在历史上多次的大规模难度之后 南方 就是所谓的江南 已经变成了中国的文化重心 南方出文化人 江南就是当时读书人扎堆的地方 读书人的入朝 则为官 在野则是当地的意见领袖 或者是那种掌握民间资源的乡身 这些人就是坚守 过去中华文明的中间力量 眼看着天下江王那必定要站出来力挽狂澜 他们策动民众反抗 因为这些人他们有这个意识 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很多人非常的有钱 像在江南的那些民间的抵抗 运动 大多数人都是由读书人 组织的 像这种南宋的文天祥 陆秀夫 明末的史课法 岭南三中 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读书人 过去有这么一个说法 叫闻死见 无死战 但是在民族的威王时刻 那些武将 你可指不上他们 而这些保读诗书的文臣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 却非常的令人敬佩 说到这些读书人所表现出来的气节和勇气 要远超那些 手握重兵的武将 比如说在明末 你像那些常年和清兵打交道的将领 像洪称仇啊吴三桂等人 最后都选得了详卿 而那些平时默默无闻 手无寸铁的读书人 却自发组织民众来抗清 而且誓死不详 最后绝大多数人都英勇殉 所以说说到南方 这是中国的文气 和精神所在 不服的 不是自己的体魄 而是 这口气 说到抵抗外族入侵 南方人这是没得说 但是要面对国内战争呢 这南方人面对北方人的时候 这就只能 叹息了 咱们也简单给大家例数一下 我们连传说的我们都算上啊 你说最早北方的炎黄 打败了南方的赤油 后边的夏商周因为还说不到统一当时的南方 南方呢当时还比较蛮荒 说到秦 那是大义统的一个时代 秦呢在西边 也算是广义的 北方 结果他并吞六国 统一了中国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北方 统一了南方 说到汉朝呢还说不上有什么清晰的南北战争 但最后到了三国时期 西进统一了全国 又是北方 统一了南方 下一次的大义统呢就是隋朝 隋朝南北统一 当时呢 杨坚打败了陈书宝 打败了陈朝 又是北方 统一了南方 说到唐呢也说不上有什么大规模的南北战争 到了宋朝 北宋统一 再次是北方统一了南方 之后呢南宋和金和盟 进行了激烈的对峙 但最终 元 大义统 北方最终还是统一了南方 说到明朝一开始那是南方打败了北方 但是后来呢成祖朱棣又为北方人搬回了局面他又打了回去 最后还是北方统一了南方 说到清朝那就更往北了这个就不用说了 说到中华民国 如果从辛亥革命算起的话 算全国南北统一的话 最后还是定都到了北京 袁世凯呢 也可以勉强算是北方统一了南方 当然后来呢蒋公北伐成功定都南京 这可算是中国历史上 不多的一个大一统 时候南方统一北方的一次例外 那至于本朝中共朝 这就更不用 甭说了 百万雄师过大疆嘛 是再次北方统一了南方 面对这种情况呢有很多的解释 我看有专家讲吧 说北方呢很容易集中 统治 首先统一北方是比较容易的 很快就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权 形成一股强大的国力 而南方呢比较分散 互不同属 统一南方这件事是很 困难 作为南方一个局部的地区是很难和一个强大的北方政权来对抗 像他们认为主要是这个原因 对这一点呢我并不是太认同 你想作为外族有的时候甚至比一个北方政权还强大的时候 他们也无法击败南方 你这个又怎么解释 我认为在政治问题上和民族问题上 这里边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说来北方政权他也信守中华道统 大家不管南北方大家都信孔子 生活方式呢南北方可能略有不同 但大家都是中国人大家都是自己人 那在这个范围内这都是我们家里的政治问题 那既然是政治问题 作为南方各个不同的地区 大家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看法 大家对面对北方政权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团结 而民族问题这可就不一样了 这是要剃头发 这可是没脸见祖宗 这是不能当中国人的问题 那这些读书人可就都出来 在这个民族的大结上 那大家绝对是团结的 所以说南方人的这口气他主要表现在民族问题上 这就是题目里说的那个勇于攻占 在遇到外族入侵的时候 大家齐心一志是一块跟你玩命 而且还有始有终 你像外族统治的这个元朝和清朝那最终 都是由南方的起义军起来反抗 最终把元人赶走 把清朝推翻 但是这些人呢在政治问题上 特别是在中国人内部的问题上 面对北方政权 整个南方 却没有作为一个整体 表现的就比较分裂 这时候的表现和他们在面对外族入侵的那种英勇表现 往往 判若两人表现得非常的不一致 我想这呢才是南方表现出外战内行 内战外行的一个 主要的原因 另外说到少数民族拿不下中国南方的第2个 主要原因 就是自然环境 说到中国的南方地区你首先就是那条长江 在那边的淮河也算是一个天险 在冷兵器时代这可就是无法逾越的一个天险 游牧民族刀马再厉害一碰着这个 你就没办法 像当初金主完颜亮率兵60万大举进攻南宋 想一举把宋朝给灭了 但是因为不善水战 在采石机的江面上被南宋的名将余允闻率军击败 当时打得可擦 说到中国南方的河网密布多山地 而且气候湿热 和游牧民族原来的那个生活环境相差太大 他就是打进来他也待不了 但是后来抗战的时候用的也是同样的战略 说到蒙古人第一次攻击南宋的时候 等于这些人那是从一个空旷的草原 闯入了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 就这个病毒和传染病你就接受不了 你没有抵抗力 等于第一次击败蒙古人的是瘟疫 是病毒 因为自然环境的巨大的差异 这也是南方能够坚守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后来南方被蒙古人和清兵所攻破 其实当时打他们的主力 其实都是汉人 很遗憾的 当然都是来自北方的汉人 所以相对来说呢 南方能够更勇于抵抗外族的入侵 我认为主要就是两个理由 自然环境 和人文精神 下边呢我们简单说说中国各省最善战排行榜 这里边主要说的是抵抗外敌入侵 不是说的打内战 像这类的排行榜呢在网上好事的发烧油他们整了很多 但是我发现呢说到前三位 基本是固定的 这个是大家一致共认 说到第三名 那就是四川 川军勇 这在历史上可是有名的 川军有韧性 极其的顽强 在抗战时期他们操着落后的武器 赢得了全天下的尊重 据有关资料记载 整个八年抗战时期 四川贡献了近四成的兵力 和30%的财政税收 在这儿我们要为川军点赞 了不起 说到第2名那就是湖南 湘军 过去有句老话叫无湘不成军 湘人的性格泼辣如火勇敢决绝 湖南人打仗勇敢不怕死 敢打敢拼 这在中国的军史上 这是有名的 像那场著名的与花台大决战中 20万太平军愣是没干过2万湘军 可见那个湘军的可怕之处 在抗战中整个湖南打了六场大的会战 像什么长沙会战 长德会战 湘西会战 衡阳会战等等 常常打的是惊天动地 湖南人那在历史上那就威名赫赫 在近代的战争中更是将星如云 像那个曾国藩左宗棠 这就不说了 就说中共一朝 所谓的那十个元帅中就有彭德怀 贺龙和罗容环有三个人 在十个大将里边有肃裕黄克成 陈庚 谭政 肖进光 许光达六个人 开国将帅竟打202人 说到排名第1的 那就是广西 最能打最善战最狠的 就是贵军 广西在抗战时期就没有出过一支伪军 这可是了不起的 日军没有能够在广西的任何一个城市和村庄 占领超过三个月 没有啊 1939年 著名的戴安兰将军指挥的就是广西兵和日军的第五师 激战数日 最后击毙了日军少将中村正雄 取得了昆仑关的大捷 盟军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将军讲过 说广西的士兵 那是世界上 最好的士兵 中共的元帅彭德怀他也说过一句 著名的评语他是这么说的 前军滇军两只羊 湘军就是一头狼 广西猴子是贵军 猛如老虎是恶如狼 在彭德怀的心目中他打仗 打多了在他的经历中 这广西兵那就是猛如老虎恶如狼是最猛的 说到广西的贵军在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 后来跟着袁冲焕手宁远程 死活不跑 当时以6000对6万 重创努尔哈赤的 当时袁冲焕带的就是贵军 后来那个洪秀全带着3万广西兵是横扫天下 1926年蒋公北伐的时候 先锋第七军就是贵军 第一仗长沙战役 打得无佩服是魂飞魄散 从此贵军是名扬天下 还是那句话 比如说放在一个移民城市 像深圳那样的移民城市 全国的人哪都有 大家混着生活 如果平时看的话 上边这三个省的弟兄们 还真是不显山不漏水 不引人注意 平时扎扎呼呼打个架什么的 你很少看到有这三个省的人 但一到民族的威王时刻 这些人的风采可就出来了 所以说呢目前中共的这个党卫军咱不算 说到以前这三个地方的兵 那可真是让人 肃然起敬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 待会儿